Hello 各位歡迎收看咸輝的頻道 所謂未有佛山就先有塔坡 因為佛山這兩個字是出自一個塔坡的地方 今天在城下的晚上 我就帶你們來到佛山初地 去參加一場屬於這個城市的生日會 佛山一年到頭都有很多關於傳統民族的活動 但這一場對佛山人來說是有比較獨特的意義 因為是關於一個城市誕生的慶祝 每年的六月初六都是這個城市的生日 叫塔坡彈 近幾年就開始在城市出生的地方 搞了一個廟會去慶祝一下 所以就有了這個塔坡廟會 這間就是塔坡廟了 很小的 都是由邊才復建的 為什麼要復建呢? 都是為了紀念一下這個城市的出生地 錶的對面就是一口井 一年到頭就可以 這幾天會用一下 因為在塔坡彈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就是用塔坡井的水去洗手洗眠 因為據傳說這些水很有靈氣 洗過塔坡水的人都會順風順水 而且這些都是井水來的 在焦熱的天氣裡用水洗手洗臉 真的挺舒服的 洗了塔坡水 最後是否真的會順風順水呢? 我猜應該是 不然會在塔坡崗的地方 會單身一個存在一千多年城市 公元628年 就在這裡 畫出了三座佛像 而佛像呢 那時候的紀錄就說 他是東盡的僧人 經過這個小山崗 所以佛山的名字 就是這個城市的來歷 就被稱為得名於堂 少積於盡 佛山這兩個字 就是出自這個地方 而這個誕生於小山崗的地方 就發展成廣東的第三大城市 所以 你說那些井水洗過之後 不是順風順水有假的 因為千多年 不是不斷地在這裡洗過井水的嘛 但是 不過 其實 說話是佛山 其實都是最開始的佛山 就是加上城市區 而且還是最小最原始的區域 真的很小的 所以這個廟會的規模 其實就不會太大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個廟會搞回 都是近七八年的事 因為佛山的老城都是近十年 才慢慢開始被人重視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實在太舊了 又小又壁又舊又多人 而在這個又殘又舊的地方裡 卻是有很多佛山甚至港府的文化 這裡其實除了拍龍船 其他什麼都有 而在塔坡苗會最核心的一個環節 就是 展示佛山關於這方面的東西 在雄聖館這個功夫聖地裡 有一堆的年輕人在這裡展示功夫 看ered了 因為有沒有STO 還關於3小 looking 卻沒有這麼些東西 構成很具有 эн munsec 一般 basa 在佛山他們的空間是有被 пот翻 很多地方都說 自己哎呀 會怎麼ctive 助到 jedzo 但一般都是佛山 要不要在一起 例如買回士理巨方 которые應該全都忘記 properly 佛山當然是全中國唯一有抹著的征武體育會 聽到這個詞語很熟悉 就是征武體育會 功夫這件事是屬於佛山城市的內在基里 佛山可能會失去製造物 但絕對不會失去功夫 塔坡廟會最有意義的地方 就是紙紮的魚魚去遊街 小朋友舉著魚仔跟著大朋友舉的大魚 在舊街巷中尊梳 魚魚後面還有武師 佛山的武師有多厲害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除了功夫之外的佛山 還有一張名片 但通常,武師都是在裝置或指定區域上 遊街的行進間武師很少 一年,佛山只有幾次 塔坡彈是其中一次 另外兩次都是跟北帝有關的 而且遊行的一些師隊都不是普通的師隊 所以關於武師這部分,我就放長一點點 因為真的挺有趣的 魚魚和師隊遊街的起點在塔坡廟附近 終點就是後面的公園 即是廣東園劇博物館的所在 這個公園是塔坡廟會的一個很重要的區域 因為這個公園有很多雜事 還有一個比較大型的演場所在 雜事基本上是以展示佛山特色的文創產品為主 還有一些食物和賣的公仔之類 其中所有文創攤畫中 最有特色的就是木板年畫 這個木板年畫 是屬於佛山其中一個 被國家認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即不是建築之類的東西 而是手藝 是要靠一代一代傳進去的 這個木板年畫 之前一直掙扎了很久 但是近幾年終於被人知道 這是一個好東西來的 算是成功的雙活化 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買了一個體驗包 38元 挺有趣的 還有一個小牌子 還有一把線 還有一個關於塔坡廟會的地圖 這裡還有傳說中的水浸西瓜 以前夏天我猜不少人家 其實都是這樣做過 當然家裡沒有這麼大的兵 這裡的西瓜 其實是免費派給遊園人 手快有手蠻帽 慢的話 只能在這裡 看看為什麼小孩子會在這裡玩水 粵劇博物館 即是瓊花壺館 每年都會在塔坡大眼的夜晚對外開放 做一場表演 這裡真的是粵劇的發言 第一個粵劇會館 是廣東省的 而在廟會期間的表演 其實也算是比較代表意 因為平日夜晚就不開 現在的對外開放 因為要幫佛山慶祝生日 現在的廟會就慢慢開始 越攪越大 今年開始就連北帝那邊的地頭 也開始攪拌 即是對面沒有多遠的寧南天 你看看 地圖的章 都可以吸到有祖苗 如果翌日真的可以徹底地燃起來 又多了一個大活動 可以將佛山大半個舊城 墊起來 但其實在舊街區 搞這些事情 可能只有少部分人可以參與 但這些傳統的事情 不是在舊街區搞 又好像顯得 沒有什麼意思 一個老城 對於不同人來說 又有不同的意義 外人來看 佛山的老城 可能就會是一個 又殘又舊 又破的小地方 但如果對於生活在這裏的人來說 那就就是一個家了 一個家 現在就混陷了很多很多東西 而且 還是索造你那個人的性格 和人格最直接的地方 佛山老城千多年的文化底蕊 都索造了現代佛山的城市特質 因為這個城市 很大部分的文化脈絡 都是出自在這個小小的區域 剪子、薄鐵、刺繡、木板連畫 以及最重要的粵劇 功夫、聖詩、陶瓷 都是出自在這裏 這些東西 就是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 但是曾經有一段時間 這些文化的溪漏 都試過遇到一些堵塞 不是怎樣流下去 所以很長一段時間 如果你問佛山本地人 佛山有什麼好玩 有什麼好玩 很多人都會說 那就去祖廟吧 沒有的 因為這個老城開始太舊了 舊到所有人都會覺得 以前那些傳統的東西 我已經沒有了 而祖廟就是老城裡 唯一閃亮的燈火 所以佛山一直以來的 城市人像推廣 很少會去展現自己的舊城 都是給人看新的那邊 就是很多的高樓大廈那邊 再混搭一些傳統的東西 什麼在一堆玻璃幕牆那裡唱完劇 啊 在那些爐上 寶詩啊 之外 格格不入的 但是 其實講的高樓大廈 那邊那些 你高得過廣州 好看得過深圳 我給幾十元去 珠江爺遊遊兩小時 不要來這裡 而且這些高樓大廈 在全中國 每一個城市 你只要經濟有這麼多 就個個都有的 很多人去旅遊 都是看看那些 和自己的城市不一樣的 景觀和風情 你看些千篇一律的東西 那一定有什麼意思 而且還要不一定有那麼好 不過幸好在近七到八年 隨著新生代的年輕人 開始接觸這個社會 傳統文化的風潮 又開始吹起身了 也是因為這一陣風 又吹走了佛山武城身上 那一層厚厚的灰塵 這個城市的發源地 都開始變得漂亮了 多了很多外地遊客過來 就好像領南天地 蓮花路 市政府周邊 和佛寨路這一圈 佛山舊城的核心地段 多了不少人過來打卡 他們多數人的評價都是 佛山原來舊城區 有這麼多 傳統的領南元素 以前真的不覺得 所以這個塔坡廟 我覺得搞得挺有意思的 算是可以繼續 緩醒這個城市的圈牌 讓很多人可以在仲夏夜裏 看到老城裏 慢慢出現點點的星光 好了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要結束了 如果看這段影片 你剛好又在佛山 就不妨去找熱鬧 因為今年的描會 是由11號到17號 你們看到這段影片 都應該趕得及過來撈汁 地點很方便 坐地鐵去到普君北路 下車走進去就可以了 早廟過來也是很近的 這場廟會 應該可以令你感受到 佛山這個城市的獨特魅力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